Good afternoon 来一起欣赏一下一盆春兰奇花 大唐盛世 所谓奇花呢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花好了 最后就是说花 它就是不是传统的五个瓣 而且是这个 就是很叠化了的 它这个花瓣 特别是捧瓣或者蛇瓣 而且它不止一个 所以这个花瓣 它一大堆 走进看一下 这个很清楚 对不对 它的花瓣里面 它的舌上也是一个 有红的 暗红的 紫红的斑的 非常漂亮 光线下非常漂亮 今天是个阴天 太阳时影时现的 然后它的花瓣呢 不止一个 所以 奇花经常是非常的香 看这朵也很漂亮 对吧 而且它这个一杆 传统春蓝 只有一杆一花 它一杆有两花 看到没有 这个Y字形的上来的 而且它下面还有 还有花键 所以这个非常之美 远一点看的话 它这个 比较高 上我们这个地方的 我在南加 我们最近的湿度的话 如果你是掉到 这个百分之四十之下的话 那就有一点 对兰花来说 对所有兰花来说 都有一点太干了 所以我把它放进了 我的这个 一个稍微遮一点的 这个绿房子 这个Greenhouse里面 一个简易的那个里面 没有温度的 没有升温 也没有降温 所以就让它这个 湿度的稍微保湿一点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杆呢 花杆呢 拔的就比较高一点 你看到它差不多 它自己的 嗯 没有到出价 但是三分之二的地方了 因为通常春蓝是 嗯 不太高的 那当然这个是 奇花 而且是杂交的 取各种优点了 既香 而且花又多 而且还豪洋 而且还这个 嗯 非常的 可以拔得很高 嗯 所以好像 蛮多优点的 嗯 紫沙盆 嗯 就直接种在里面的 对今天 我发现这个 背景在这个墙的 这个地方的话 刚才光线不错一下 太阳就引掉了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反而看它这个 自身的这个 这个兰花的这个 叶形啊 造型啊 看的比较清楚啊 如果有别的植物的话 平时我没放这边 别的植物的话 只是它们共同的 抱团 取湿啊 呃 这个比较舒服 那个氛围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单单欣赏一盆的话 好像有个这个 这个光强的背景 看的还比较清楚一点 呃 好的 谢谢跟我一起 啊 上花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啊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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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